好 再来看看今天还有什么有意思的消息 意大利艺术家迪奥尼西奥 这两天在意大利住户总领事馆 举行了一个小型的个人雕塑展 迪奥尼西奥是意大利著名的艺术家 曾在卢浮宫博物馆担任修复雕刻师 这次他带来了各个时期不同风格的作品和照片 创作初期他从超现实主义艺术中吸取了创作灵感 作品呈现抽象的艺术风格 而现在他转向写实主义 潜心进行复古风格的创作 从现代雕刻出发 毅然穿越时间的隧道走向古典 这个青年雕塑作品表现的是 俄罗斯圣彼得堡的一个妇女 她很悲伤 在她非常孤独的那个瞬间 我抓住了她的表情 她传达出了一种非常大的内在力量 或许你会忽略 但我希望能抓住那个 最能表现人物个性的瞬间 这次举办的小型雕塑个人展展出了迪奥尼西奥的五件铜雕作品 以及33件雕塑作品图片 今日影响上海报道